二是做好密接人员的排查、转运和隔离工作。 对密接人员第一时间安排进行集中隔离,做到随调随控,并及时进行核酸检测。 截止14日15时,已排查密接人员394人,其中已核实现住我区242人,其余转外省外区。 目前密接人员已集中隔离111人,其余人员居家隔离,正在全力安排集中隔离。 在全区安排了集中隔离点酒店111家备用。